英国的 这个白金汉宫 法国的法尔赛宫 日本的皇宫 从来都不给任何人理 为什么中国的紫禁城 我们的故宫博物院 一定要 划出差别呢 我说应该不应该 开进来 要保证普通观众 大家同等待 怎么说都不行 后来奥朗德来的时候 这个 他们还在里面布党 后来 忍不可忍情况下 我们把大门关上了 这个通知对方 门关上 不能撞我们的门吧 后来三分钟 武警哗就出去 重新调整队形 过几分钟 奥朗德的车队来了 在外面下着车 我给他介绍武门的历史 这个当年八国联军 是骑着马进的紫禁城 在我们太和殿前 还搞了一个列队 我觉得今天 我们中国文化复兴 首先应该从文化复兴做起 我们的文化是有尊严的 我们的观众 是应该享受平等的文化代言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网iting 网iting